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 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 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 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现在人生活压力很大 所以我知道很多朋友都会透过讲干话 或者是听别人讲干话 用作一个抒压的管道 的确在网路上这样的资料真的很多 你随便在任何争议话题底下 去看那些留言 哇塞那简直真的是干话跟酸民的汇集地啊 而在我们跟朋友之间聊天打屁 风花雪月的过程当中 也常常会透过讲干话有一种共同感 可是如果你想要透过讲干话 跟听别人讲干话 达到输压的效果 那么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心理学研究 可能就要泼你一桶很大的冷水了 这个研究的起源是来自于一位心理学家 叫卡尔霍夫兰德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受到美国政府的邀请 去做一系列 关于那些激励民心士气的电影 到底有没有效果 这样的研究 其实不管是在二战期间 还是在现代 任何国家的政府 都会进行一系列的大内宣 用作是推动自己的政策 去改变民众的认知 所以在二战期间 美国政府也做同样的事情 他们用的方法是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网路跟电视这样的管道 所以呢 他们拍电影 他们拍一系列的电影 是为了振奋民心士气 希望透过这些电影 让军人的士气能够提高 可是政府心里一直有个疑惑 就是不知道这些拍完之后 把它放映出来到底效果好不好 所以就请卡尔霍夫兰德 去做一系列的研究 他的研究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在这些军人看完战争电影之后 立刻进行测验 去评估他们在那当下 投入战争的冲动 还有意愿的高低 结果让人很意外 即便这些电影拍得再怎么样震撼精彩 这些军人他们心中产生的效果 其实很差的 并没有因为看了电影之后 产生任何慷慨激昂的情绪 所以呢 在这个研究方法底下 好像这些宣传电影是很失败的 就连刚看完电影的军人 都没有起到激励的效果 那想当然了 过一段时间 可能效果就会更差 可是任何科学研究的意外跟惊喜 就是在这些想当然而 我们都会觉得时间拉长 效果一定更差 而霍夫兰德呢 他不死心 他在经过九个礼拜 两个多月之后呢 他就找同样一批军人 进行第二次的测验 结果测验的结果 很令人惊讶 这些军人居然士气高昂 比那些没有看过宣传电影的军人 更有投入战争的意愿 而且更妙的是 这些人他们自己都没办法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些转变 霍夫兰德他进一步的分析 他认为这些人在看电影的当下 是因为就知道你们就是大内宣嘛 所以呢 他自然心里可能会有抗拒心理 或者是排斥的心态 可是过了几个月之后 这些军人其实已经不太记得 是什么时候看了这部电影 或者是谁播给他们的 更不要说去回想到 这是不是大内宣的素材 可是电影里面的震撼和那些战争故事 仍然在他们的记忆里面 所以呢 他们看电影的目的 在不知不觉的状况底下 忘记了 关于这些电影是谁给他们看 为什么给他们看 企图引导他们有什么想法 这些他们其实都已经不记得了 他们只记得那些震撼人心的画面跟故事 而这些画面跟故事 正是这些军人之随会士气高昂的主要原因 霍夫兰德他就发现 随着时间的拉长 人会忘记讯息的来源 他只保留了关于这些讯息的模糊内容 他把这样的现象称作睡眠者效应 那睡眠者效应 跟我们今天提到的讲干话 还有听别人讲干话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先回到干话的本质 所谓的干话可能是夸张的 可能是反窜的 反凤的 它跟事实是不合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心中的一些不满 一些情绪 需要发泄 需要疏解 所以呢 用讲反话的方式 或者是用夸张的方法 去呈现我们内在的渴望 或者是用一种脱离现实的语法 来满足我们现实世界的失落啊 只是我刚刚说的那一切 在你讲干话的当下 或听别人讲干话的当下 你是清楚的 所以呢 你会觉得是玩笑话 你不会把它当真 那回到睡眠者效应 像不像那些军人 在看那些电影的时候 当下也没有当真啊 所以测验根本测不出 他们的士气被提升了啊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显然他们内在的态度 随着他们接收了这个讯息 被改变了 同样的道理 无论是你说出口的干话 还是你听别人说的干话 在那个当下 你是很清楚知道 它的来源 它的目的 只是为了输压嘛 可是睡眠者效应 一旦启动 日子一久 你其实根本忘了 当初只是个玩笑话 而那些拿掉玩笑的部分 你的心是很容易信以为真的 就像你常常用讽刺 夸大的口吻来怀疑人性 或者是听别人 说这方面的主题 你当下好疏压啊 可是久而久之 会不会影响到 你对人的价值观 让你成为了一个 不肯相信人 跟人性的存在呢 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啊 而这样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拉长 会不会在根本的层面 影响了你的人生 就像你可能在理性上知道 要积极地面对你的生命 可是为什么 你总是做出消极的行为 而久而久之 你所有的言行都指向了 其实你的信念是消极的啊 在我个案辅导的过程当中 每当啊 我跟我的个案 一起发现了这一点 个案脸上一定都爬满着 惊讶不可置信 但是其实回到睡眠者效应 其实你不用这么的意外 而我们要怎么样避免 因为睡眠者效应 去扭曲了自己 生命当中很多美好的信念跟特质呢 其实就像我今天开头破题所说的 不要觉得自己只是说说干话 说说玩笑话 听别人讲讲干话很疏压 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 觉得自己一定不会当真 反而要很有意思的去接触那些 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怎么样更正向 更光明的人 就让自己多接触这样的讯息 哪怕你在接触的当下 你可能心里也会有一个逆反心理啊 就会说 哎呀那些宗教领袖 当然开口闭口要讲那些 人性善良面的话 是啊 这是你当下的感觉 你可能会逆反 可是随着时间拉长 当你多去接触这些讯息 你也因为睡眠者效应 把你自己引导到一个更正向的人生 话说回来 我为什么做一天听一点 你或许会觉得 我的内容无非就是那些方向 我的内容无非到最后 就是要引导你购买我们的课程 再说一次哦 无论你会不会购买我的课程 其实我就是一本初衷的 一天跟你分享一点 你当下逆反也好 觉得认同也罢 我相信这一颗种子种下去之后 在未来你人生需要 或者是适当的时机 它就会开始萌芽 那么我做这些内容的任务 也就功德圆满了 所以呢 请小心保护好自己的信念 因为你的人生会活成什么模样 关键就在于 你的信念长成什么模样 而关于认识自己的信念 并且调整自己的信念 让自己在面对环境的变化 更有抗压力和心理免疫力 那么就是我接下来 要跟你分享的课程了 我们有一门课叫做 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 这门课可以帮助你去爬梳 认识自己的信念 还有它们的来源 并且找到适合自己调整的方法 生活当中无所不在压力 这些压力 其实不是用来阻碍我们的 而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压力 化压力为助力 这也是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 这一堂课 能够带给你的最大帮助 在这里我还要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从即日起 一直到11月25号的晚上12点之前 我们推出了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 还有自信表达力 这两门课的季节限定优惠 在这段时间 同时加入这两门课程 你只需要3999 单独加入其中的一门课程 只需要2299 这两门课我会说 它们分别是内服跟外用 你的信念会影响到你的外在表达 而当你调整了自己的外在表达 它也会深化你更有用的信念 所以为什么把这两门课打包在一起 来跟你做分享的原因就在这里 希望你能够把握这难得的机会 学习将会是你人生最好的投资 期盼今天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YouTube的朋友 记得打开小铃铛 而如果你是透过Podcast的收听 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 并且把它分享给你身旁的朋友 我们需要你用行动来支持我们 然而如果你对于 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如同今天提到的季节限定的优惠 从即日起一直到 11月25号的晚上12点之前 你只要同时加入自信表达力 跟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这两门课 你就可以享受3999的优惠 这两门课各自加入 仍然有2299的优惠价 期盼你的加入 希望我能够在线上 跟你一起学习 一起前进 详细的课程资讯 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